众所周知,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,不仅涌现出许许多多伟大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科学家,更产生了一批杰出的军事家和优秀将领,他们利用自己的胆识和谋略,在大大小小的战争中取得辉煌的战绩,无论是为了推翻腐朽黑暗的王朝,或是反抗外族入侵,还是为了祖国统一大业,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部可歌可泣的民族形成与发展史。 譬如秦王朝的蒙田,西汉王朝魏清,霍去病,南宋的岳飞,明朝的徐达,西纪光等这些人无一不是荣马一生。 征战沙场,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存在,君王才能稳坐江山,平民百姓才得以安居乐业,可以说他们的丰功伟绩,为我们这个安定、统一、团结的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他们崇高的爱国精神,更为我们增添了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, 坚定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的决心。 而今天我们要讲的此将领虽然没有他们聪明,一生也只打过一次胜仗,可就是这不为人熟知的战役却换来中国三百年无人敢侵犯。 并且,此人还有一句霸气的名言传释。 至今听起来仍是让人热血沸腾,读历史,明事里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。 西汉时期最大的敌人莫过于关外的匈奴大军,这位西汉名将一战让西汉安稳百年。 此人名叫陈汤,他的神话无人可以复制,陈汤家境并不好,西汉年间多战乱,陈家住在一个小山村,父亲为了能够摆脱贫苦的命运,四处找人教陈汤读书写字,希望他能够出人头地,当一个大官。 但此时朝廷的科举制度对于贫困出身的陈汤非常不友好,此时并不是你有文化,有能力就考入官场为官。 出身也非常重要,需要有人举荐,为其开路才可以,这项措施也被后世人称为举荐制。 由于陈汤家里贫困没有钱打点现官,没有获得推荐名额,他没有其他办法,只能试一试碰碰运气,告别父母后孤身一人来到西汉的首都长安。 他知道长安城内扔个砖头,就能砸死一片权贵,他的希望就在长安,陈汤从小聪明好学,熟读孙子兵法等军事著作,文化很高非常有才华,他就像一个蒙尘的珍珠,等着别人去挖掘,来到长安城第三天,他就凭借自身本事谋了个差事。 虽然是个酒品芝麻官,但也非常厉害,作为御膳房的采买四官,平时没有什么大事,但能凭借御膳房的关系,认识一些王爷,侯爷,毕竟御膳房里,全是西汉最著名的厨师。 陈汤有幸在这里工作,也获得了节食权贵的机会,在御膳房工作第二个月,他多次给傅平后送膳食意外,与其节食,傅平后非常欣赏有文化的人。 陈汤在他面前表现得不卑不亢,自身也有文采和能力傍身,自然入得了傅平后的眼,深入了解陈汤的为人之后,傅平后觉得他太取材了,决定动用关系送他去当官,让他一身才能有用武之地。 得到这个机会后,陈汤刚准备去大展拳脚,却接到老家父亲病逝的消息,为了抓住机会,他隐瞒此事,前去当官,却不想此举为他埋下祸根。 此事,被有心之人查出后,官场如战场,此事被复平后的死对头之后,立马有人举报他,此事情慢慢传到汉原帝耳中后,皇帝闻之勃然大怒,他已笑到闻名天下,麾下的臣子竟然为了当官,连父亲去世都置之不理。 这种行为惹怒了汉原帝,下旨降罪于他,将他关入长安城的大牢之内。 西汉时期非常推崇孝道,陈汤此举有为孝道,算是触犯了汉原帝的逆临,所以被关入狱。 此事不仅是关陈汤,就连复平后也被殃及持余,两人就此断了关系,陈汤入狱后并没有任命,而是再次寻找机会,希望能出人头地。 他非常头脑,借着身上的余钱,买通守卫后打听朝中消息,仔细分辨一番后,用自己的头脑再次攀附上朝中大臣,再次获得当官的机会。 这次可以说福祸参半,因为他被派到皇帝身边当官,俗话说得好,半君如半虎,要是出现一丝差错的地方。 那就是火坑,会万劫不复,这也是陈汤遇到的最大的机会,既是机会也是机遇。 曾经在牢狱中,他曾悔恨自己当初的行为,被全力迷失心智。 不顾父亲去世,一心为官才落得当初的下场,在监狱的这几年,陈汤差点被害得身死盗销,这才让他幡然悔悟,不再痴迷其中不管不顾,可陈汤也是有大财之人,所以才会再次被其他人看中,有财之人能被看中。 无财之人就算拼尽全力,也无法攀登高位,获得认可,这也是陈汤的底气。 他想改变自己的命运,才会变得如此偏执。 陈汤那个出狱后,就来到汉原帝身边任职,狼官人数众多,都是为汉原帝处理杂事的,也可以称之为留有男人本性的假太监,狼官也分等级,陈汤是等级最低的狼官,每天处理一些杂事跑跑腿,这样枯燥乏味的生活让陈汤很快就厌倦了。 此时,汉朝正在与匈奴和西域谈判,曾多次派遣使者,想要收复西域,陈汤觉得这是个机会,因为当郎官的日子他一眼望得到头,他需要一个机会。 此时的置之禅于并未将强大的汉朝放在眼里,仗着自己激动性强。 不仅多次俘虏汉朝使臣关起来羞辱,还多次带兵袭扰边境的百姓的生活,汉原帝心中早就憋着一股火,但此事并不容易处理,汉原帝多次在朝廷之上提及,多次想找一个朝臣解决此事,但手下人都以各种理由推脱,毕竟此事非常危险,稍有不慎就会伸手益处,陈汤对此却觉得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,希望能够出使塞外,与智之禅于和西域进行谈判, 希望为汉朝拿下西域这块土地,这个任务若是能够完成,那对他以后的仕途是很大的助力,这件事也成了陈汤扬明几千年的契机。 汉原帝听到陈汤的讲述后,很欣赏地勇敢决定给他一个机会,让他跟随即将出发前往西域的甘岩兽一起组队出发,路上甘岩兽并没有把陈汤看在眼里,因为他早已摸清陈汤的底细,知晓他家境贫寒,自己则是博学多才, 家是显赫,显得非常高冷,陈汤知晓也不生气,而是在路上用自己的所学慢慢折服这位傲气的上司。 陈汤一行人赶到西域的时候,恰巧赶上了时局动荡,之前派来的西域谈判的汉使被智之禅于杀害,西域陷入动荡,智之禅于将手伸进西域。 要一举拿下西域,此事一出,陈汤想立马出兵进攻匈奴夺回西域,可甘岩兽却觉得,要上书皇帝,得到命令才出兵,可等到消息传回去再传回来,黄花菜都凉了,如果这次放任,置之禅于肆意妄为,那之后要想夺回西域,那就得付出更大的代价,陈汤见此焦急不已,早已做好出兵准备。 两人进行多次争吵,甘岩兽不愿担责任,怕出事,陈汤无奈只好伪造圣旨,说汉原帝临行前给他一道圣旨,全军听他指挥,事实证明陈汤做得没有错,他联合一些被匈奴欺负的小国,再加上自己带来的兵马,一共四万多人打了匈奴一个措手不及,陈汤不仅懂得很多,而且还熟读兵书,虽然第一次领兵作战,但并不慌张,而是趁着天黑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, 此时狂妄的智之蝉鱼还搂着妃子睡大觉,等到智之蝉鱼惊醒的那一刻,汉军已经兵临城下,匈奴大军战成巨手,但陈汤却用兵有道,在此期间,敌人智之蝉鱼叫来援兵也无用,都被陈汤用计打败,三天时间,陈汤破城,勤杀智之蝉鱼,大获全胜,这一战匈奴被杀破胆,紧不到百人成功逃跑,此后为大汉迎来了百年平安稳定,此时传回朝廷之后, 汉原帝得知此事,不仅不怪罪陈汤,反而免去他假传圣旨之责,夸奖他先斩后奏打得好,打得妙,但他没有忍受住突然袭来的破天富贵,回朝途中贪污污部分财物,暴露后,差点被汉原帝斩了,最后还是在甘言兽的谏言下才幸免于难,随后已经被封为官内侯,平定匈奴这一战,陈汤在捷报上写下霸气的一句话, 犯我大汉者,虽远必诛,陈汤有财却败在了贪财之上,入朝为官后,最终因为多次收受贿赂,散布谣言,被贬去官职,留在都城长安落寞地走完余生 陈汤败在贪念上,败在没有自制力上,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 感谢观看